为什么安全区是圆形,不是三角形正方形呢? 粉丝提问道,确实,其实不仅仅是和平阴阴决地求生 市面上的其他刺激类游戏的安全区都是圆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嘛 一,圆形更公平 圆形的安全区相比于其他形状过度的更平滑 不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你想想,要是刷的三角形 玩家如果在三个角的地方会非常容易被卡住 敌人只需要堵住你进圈的线路就可以了 正方形,五角形等等也是一个道理 而圆形就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此路不通,我可以走其他的路 对所有玩家都公平 二,圆形更难猜 如果安全区刷的是三角形,五角形等等 只要刷了一个圈,那接下来的刷圈位置就很好猜了 因为只能在内部再刷一个小一点的三角形五角形 它们的中心点基本就是决赛圈的位置 而圆形的刷圈规律就没法摸透了 任何位置都有可能 所以圆形会让游戏更有悬念 三,圆形更美观还有象征意义 这是最后一个原因 圆形相比于其他的形状看起来更漂亮 给人的感觉更好 而且圆形寓意圆润和谐 象征着天意无缝完美 有这么好的象征意义 也是官方这么设置的一个原因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这次卧台 市场 arise